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察叔叔 這是不按順序學電吉他的某一集 為什麼是電吉他 這是木吉他呀 因為上一集我不是講用電吉他來講這個拇指和弦嗎 我說電吉他的指板比木吉他窄一點點 所以他的指板用拇指和弦會比較 會比較好暗一點 那木吉他就有一點吃力 但是沒關係 如果你沒有電吉他 你可以先用木吉他替代 另外就是為什麼我就忘了 因為那個視頻拍了超過五分鐘了 我發現我們的視頻只要超過五分鐘就沒什麼人看了 所以我就很緊張 看了五分鐘就很急想要趕快結束 現在才想起來 所以我用木吉他再講一次 我覺得如果你用木吉他彈拇指和弦的話 你要有一個音像 像這樣的音像 為什麼 他有一個更音下樓 其實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音像的話 更音不容易聽到 比如說我把實音器關掉 你看 你聽到的是高音的部分 因為低音他不容易聽到 但是我把實音器打開 更音就出來了 好 所以 木吉他彈的話 你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指板會寬一點點 第二個 你需要一個音像 比較適合 好 反正都講到最後了 還是1分40秒 那我再把它 我再把前幾個和弦再講一次 這叫第一種 這叫第二種 這叫第三種 那我都沒有講極品 我只講根音在哪裡 根音就是第六弦 好 C 根音為C的第一種 根音為B的第二種 根音為降B的第三種 根音為A的第二種 根音為降A的第三種 後面也先不講 後面其實是一個C 但是根音在G 然後再彈一個 全部上以兩個根 兩格 然後再一個G 這樣就一個完整的八和弦 好 這個樂句 應該是這個Round 這個循環 我下堂課再把它完整的講一遍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搭配一些什麼樣的好玩 比如說一些裝飾音啊什麼 因為我們彈拇指和弦的目的就是 你要解放你的其他手指 好讓它可以彈裝飾音 比如說一個F大橫按是這樣 這樣彈你什麼事都不能做啦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拇指和弦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好吧 這集先這樣啦 喜歡的話記得要訂閱 關注 然後可以轉發給需要的人 都是免費的 而且永遠免費的 想要看其他系列的就 加我一星 加我一星 好 拜拜